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6月6日中國軍號在微博主義發布消息 海軍五指山南奔赴南海一個海域開展多貨目的高強度實戰化訓練 演練中實際使用了主炮、副炮、干擾彈等武器 與中國軍方這個消息相對應的是6月7日 菲律賓海警召開新聞發布會 對外介紹中國海軍在鮮賓礁海域發起兩棲登陸實戰演練 菲律賓海警記者會上展示的畫面顯示 他們在鮮賓礁海域拍攝這次兩棲登陸演練 中國海軍出動了兩艘大型登陸艦 包括了071型大型船奧登陸艦五指山艦 元號是987以及072A型玉庭二級坦克登陸艦 雲霧山艦元號是997日 中國海軍的這次軍事演習不僅使菲律賓異常緊張 甚至連內地的很多人都十分錯愕 參與這次演習的五指山艦是否用錯了地方呢? 五指山艦是中國自主研發的071型綜合登陸艦 排水量大約2.5萬噸 2019年1月11日加入海軍戰鬥序列 不僅大而且很新 在接受央視軍事新聞採訪時 艦上官兵曾經介紹 五指山艦是中國海軍目前最先進的兩棲登陸作戰艦艦之一 特點是噸位大 裝載多、雲載能力強、續航能力也很強 可以在不進行補給的情況下 單次繞行地球半圈 五指山艦的艦面寬闊 最多可以帶到6架直升機 五指山艦的奧倉空間也很大 戰時可以搭載裝甲戰車、野馬登陸汽艇 以及更簽名的登陸士兵 以及用於承建制輸送登陸兵 以及補起裝備 實施快速立體機動登陸作戰 為了實現快速登陸的目標 071營綜合登陸艦後部開了一個大大的尾門 登陸作戰時把大門打開平方至海平面 所有作戰兵力可以直接從尾門輸送出去 同時還開了兩個與海面直接對接的原側門 使得這個型號戰艦可以從三個方位進行直接的立體登陸輸送 內地專家認為 這樣的巨型的登陸艦 顯然是為台海這種需要登陸作戰的複雜 戰場度身訂造 這次為何會去到千里之外的藍沙鮮崩礁演練呢?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派出071型船奧登陸艦 外加072A型浴亭二級坦克登陸艦 實施搶灘登陸綜合演練 目的是為了趕走菲律賓滯留在鮮崩礁的兩艘公務船 今年4月 菲律賓海警派出他們國家最大的海巡船 馬格巴勞亞號 以保護科考人員在鮮崩礁海域實施科學考察為名 非法侵入鮮崩礁息湖之後滯留不走 現在已經滯留了兩個月的時間 就算是中國海警3303船 以及多艘漁船對它實施驅離、干擾和壓制 菲律賓的公務船飛彈不離開 還聲稱要在鮮崩礁建成準軍事基地 鮮崩礁是中國南沙群島東北部 最重要的戰略島礁之一 一個島礁西距美濟島94公里 更靠近菲律賓海岸 可以切斷菲律賓對人外礁的非法補給 鮮崩礁招盤總面積大約84平方公里 幾乎相等於美濟招盤招面積的兩倍 最重要的是鮮崩礁招盤地形多樣性好 適合開發為漁業基地和旅遊勝地 若填海造陸 可以實現一島一景 極具開發價值 專家認為對於這樣的戰略島礁 中國很難會讓菲律賓再上演一次 人外礁坐灘的鬧劇 既然中國海警船和菲律賓久前 就快兩個月都不能把 非法制留在鮮崩礁的飛艦艇趕走 那就對不起了 中國要採用殺雞用牛刀的戰術 這個戰術就是要告訴菲律賓 中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專家說菲律賓不可能不知道 要趕走菲律賓滯留在鮮崩礁的兩艘小船 是不需要登陸作戰的 派出兩艘拖船就可以 雖然鮮崩礁面積較大 但只有幾個乾出礁上有微型沙洲出水 也沒有登陸作戰的地方 為什麼在不需要登陸作戰的地方 實施兩棲登陸演練呢? 專家認為是要告訴菲律賓 鮮崩礁不適合登陸作戰 但附近自然有適合登陸作戰的地方 中國藍沙被菲律賓侵佔的 廢信島、馬寬島、西越島、南若島 以及中葉島等多座島礁外圍 都是結白的沙灘 沒有阻擋登陸艇的湖岸 是最適合解放軍登陸作戰的戰場 中國在演練中使用的野牛棄展登陸艇 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氣戰登陸艇 主要用於運送戰鬥裝備和海軍登陸部隊 可以攜帶3架T-80型主戰坦克 或8架BMP2型步兵戰車 或10架BRT-70型武裝運兵車 在投放兵力時 野牛棄展登陸艇 可以攜帶140名作戰人員以及裝備 以及130噸重的物資 在浪高2米 風速每秒12米的海放下 以60架驚人航速衝向海灘 登陸菲律賓佔領的南若島 這樣的島嶼只需要幾分鐘 菲律賓的守軍都未來得及反應 可能戰鬥就結束 解放軍在演練中從五指山南上 放出了兩艘野馬氣戰船的同時 還派出了一架直8和一架直18直升機 進行空中掩護 這種海空協同一體作戰的方式 是菲律賓沒有辦法抵抗的 專家指出 令到菲律賓更加擔憂的是 他們看到的中國海軍3349號 野馬氣戰船 向仙賓礁發起高速衝擊 而仙賓礁並不需要登陸作戰 也就是說中國的目的是比較明確 就是要證告菲律賓如果在仙賓礁長期滯留 中國失去內心的時候 就不僅是趕走滯留船隻這麼簡單 中國也是可以一舉收復其他被侵佔的島礁 在香格里拉安全論壇上面 中國新任國防部長已經證告過菲律賓 中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演習之後 菲律賓海警會和海軍正在開會緊急磋商 專家就估計不出意外的話 先賓礁滯留的船隻可能在近期主動撤離 因為局勢失控 菲律賓也沒有能力控制 接著看看豪米級的精準合龍 三大世界紀錄的常泰長江大橋全線貫通 常泰長江大橋是長江上 首座、閘高速公路、承制鐵路、普通公路 三種方式於一體的過江通道 大橋全長10.03公里 其中公鐵合建段長5,299.2米 由一座主跨1,208米的鋼行梁斜章橋 兩座主跨388米的鋼行拱橋 和一座3,124米的連貫鋼行梁橋組成 創下最大跨道斜章橋、最大跨道公鐵兩用鋼行拱橋 和最大連續長度鋼行梁的世界紀錄 大橋主航道橋合龍段在5月29日順利吊裝到位 此後的10日時間裡經過多度工序 至6月9日實現紅米級的精準合龍 主航道橋主體工程施工全部完成 主航道橋合龍施工工序繁複 施工難度大、精度要求高 想要高質量地縫合 將合龍精度控制在毫米級別 需要練就瘦花的功夫 下一步常態長江大橋 將會完成橋面湖南等鋼結構附設施施工 年底前完成橋面鋪裝 明年4月底前會完成正在試驗和系交工驗收檢測 具備通車條件 大橋建成後將會對完善區域網絡報告 促進楊子江城市群的協調發展 服務推進一帶一路交匯點建設 長江經濟大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 重大國家戰略落地實施等具有重要意義 接著看看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高溫黃色預警 局部地區可能達到40度以上 根據中央氣象台網站發布消息 中央氣象台6月9日早上繼續發布高溫黃色預警 預計6月9日日頭內蒙古西部、新疆元天山地區 和南疆盤地、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西部和南部 山東、河南大部分地區、安徽北部、江蘇北部等 都有35至36度高溫天氣 其中新疆、北京、元天山地區和 吐魯凡盤地、河北南部、山東中西部、河南中西部、 安徽北部等部分地區 最高氣溫會在37至39度 局部地區可能達到40度以上 最後看看中國5月份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保持擴張 根據新華社報導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發布的資料顯示 服務業商業活動指數是50.5% 比上一個月上升0.2% 服務業繼續恢復發展態勢 從行業來看 郵政、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 文化、體育、娛樂等行業的商業活動指數 位於55%以上較高景氣區間 業務總量較快增長 從市場預期來看 業務活動預期指數是57% 繼續位於較高景氣區間 服務業企業對市場發展前景保持樂觀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